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战狼2 以娇人的票房成绩 登上中国影史第一的宝座 并拿下了目前今年全球票房冠军 为了把这场史诗级别的战争 搬上大荧幕 整个电影筹备长达两年 光是剧本就13万字 拍摄了近200天 还创下了很多纪录 投资高达13亿人民币 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贵的电影 演员阵容更不用说 都是一种实力派演员 可以说不管是题材 阵容还是制作 《长津湖》都称得上是国产电影的顶级配置 网友评价说 史实俱至 三个小时一点也不长 甚至意犹未尽 更有人说 这是《纪大决战》三部曲 《血战台尔庄》 这些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后的国产战争片的巅峰 提起《长津湖》 我们就会想起 《冰雪长津湖》 《一箱埋中苦》 这句话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9月15日 美军悍然参战 七万多装备精良的美军在人船登陆 9月28日 朝鲜人民军撤到了三八线以北 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 轰炸丹东地区 战火即将烧到亚陆江边 彭德怀被紧急调回北京 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间政治委员 率领部队出国作战 至此 抗美援朝战争 序幕拉开 在迈克阿瑟看来 中国部队都是农民 打败他们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抱着哥哥骨灰的五千里探亲回家 弟弟五万里 是一个乳羞未干的毛头小子 母亲看到大儿子的骨灰 一时不知所措 吃饭时 母亲依然给大儿子留一席之地 为他家财 夜晚 梁兄弟嬉闹的时候 外面传来喊叫声 这是五千里 走 有信心情况 停止他家 天亮固队 是 五千里临走时 弟弟五万里 非要一起去打仗 哥哥却说 大哥说 我们俩把给打的仗都打了 不让你打 1950年11月 第九兵团奉命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 并入朝作战 送是轮任兵团的司令员间政治委员 五万里偷偷找到师长参军入伍 哥哥没想到弟弟会这么执着当兵 由于上级领导已经批准 他只能遵从命令 生死兄弟将在朝鲜战场共同遇敌 志愿军第九兵团被紧急调动入朝作战 是为了遏制美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攻势 由于军情紧急 志愿军第九兵团来不及陪北玉寒东庄 匆忙上阵 第七穿插帘奉命运送20部电台入朝 正当第九兵团在边境车站补充连衣时 美军侦察机来访 他们来不及将棉衣装上火车 匆忙开动火车入朝 车站的男女老少都纷纷把自己身上穿着的棉袄 棉鞋等脱下来 直接扔上军列给战士们穿 这并非是电影艺术加工 而是当年在沈阳火车站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首先入朝的彭总司令身边没有电台 上不能打中央 下不能通前线 就等着第七穿插帘护送的电台 第九兵团所乘坐的火车线路被破坏 他们只能暂时休息30分钟 这时美军轰炸机发现了山谷中的军用列车 被他们碰到还能放过 火车不能运行 志愿军只能紧急将列车上的物资搬下火车 美军飞机投下炸弹和燃烧弹 幸亏志愿军撤离及时 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 他们稍作休息后 军队继续赶路 来到一个干涸的河床 石头上全是腐烂的尸体 战士们只能硬着头皮通过 正当大家小心翼翼的前进时 这时听到飞机引擎的声音 撤退已经来不及 他们只能躺在石头肩撞做尸体 五万里旁边有一具尸体 这让他吓坏了 就这样 他还是忍着躺在石头上 本来美军飞机已经飞了过去 不料他们又再次返航 为了救世射击石头肩的尸体 伴随着密集的射击声 许多战士被当场击中身亡 五万里的好朋友 就死在他的身边 就在第一机准备发动第二次射击时 五千里已经让大家准备反击的准备 这时 美军飞行员突然接到命令返航 志愿军这才躲过第二次的射击 但许多战士受了重伤 有的直接被打碎 断胳膊断腿的BB结实 护送的电台吧台损坏 还好一点园都没有受伤 第九兵团进入狼林山外后 气温在夜之间下降到了零下40度 他们不仅要抵御严寒 还要防备美军飞机的侦察 战士们趴在雪窝里一动不动 这天夜里 五千里等人在一个高处 看到兄弟部队正遭受美军的火力压制 再不营救 他们肯定撑不过20分钟 于是五千里让雷爹带着电台继续赶路 他带领一个班留下解救兄弟部队 平和作为第七连的神枪手 他和一名战士赶往至高点 一个炸药包被推送到敌人面前 一时间 美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毕竟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美军部队 随即展开有效反击 被困的部队原来是要炸掉美军的通信塔 是为了切断前线与长津湖指挥部之间的联系 五万里偷偷留下 没有跟着雷爹走 美军通信塔下机枪火力点 使战士们不能靠近 平和拿起机枪变换位置后 与美军机枪手护射 雷爹在赶往指挥部的路上遇到一支敌人的援军 他又一次分兵留下一支队伍 阻止敌人支援 另一支队伍继续护送电台前进 五千里 于丛容等人与敌人展开近身入伯 五万里没有见过这种阵仗 哥哥让他帮忙 他却不知如何是好 最终还是在三人合力下消灭了他们 五万里在这里第一次杀了一个敌人 于是胆子大了起来 哥哥给他三尾手榴弹 让他数五个数再扔 他从小扔东西就非常准 第一尾手雷在敌人上空爆炸 这咱爆炸极具杀伤力 接着又是两颗 当他们消灭村子里的美军 另一边又来了两辆坦克和十几名步兵 于丛容曾经在鲁南战役时搅和过坦克 于是他驾驶美军坦克 于五万里干掉了美军两辆坦克 另一边的雷爹带领士兵们将美军引到山上 趁着敌人照明弹即将消失时 七连战士扔出无数手榴弹 随着美军通信塔被爆炸后 首次战斗 第七连大获全胜 五千里把幸存的十二部电台和四名议店人员 成功送到指挥部 美第十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 来到下截雨里 陆战一时师长史密斯迟迟不进攻 却在这里修建机场 为他的士兵谋求退路 第十军将在11月25日将会进攻西线 史密斯必须在那一天发起进攻 第七连刚刚停歇片刻 上级给他们下达命令 要迅速赶到长津湖新兴里 以前一百高地 第九兵团十余万大军 在长津湖一带隐蔽行军 本就物资匮乏 唯一的土豆还被冻成了兵疙瘩 而另一边的美军食物 却非常丰盛 荤素搭配 还喝着热咖啡 这是志愿军根本无法相比的 美军侦察机发现了彭总司令的指挥部 于是美军派遣轰炸机 对大于动实施了大轰炸 毛岸英为了抢救地图 牺牲在敌人的轰炸之下 彭总司令一时无法向毛主席交代 但战争还要继续 于是彭总下达总攻令令 第七连很快到达新京里 他们所在位置只和美军一山之隔 27军士兵隐蔽寒冷的冰雪中 每个战士都不能睡觉 一旦睡着 很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 11月27日 第九兵团27军向新京里发起了总攻 志愿军就像从天而降一样 向美军发起攻击 新京里被围的水泄不通 美军指挥部立即销毁温箭彻底 志愿军就像洪水般冲向敌人 很快新京里战斗结束 就在所有人打造战场的时候 一架敌机将一位标识坛扔下 这预示着是为了给将要到来的轰炸机指名地点 美军轰炸机对新京里实施了大轰炸 雷爹看到后 爆起信号弹放到汽车上 给撤退的美军送了过去 就这样 美军轰炸机将自己人炸了个底朝天 而雷爹也牺牲了 你帮我 你帮我 你帮我行车 就在这儿 新京里一战 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 第81师 共避伤美军3100余人 美军第31团迈克莱恩团长被击毙 战斗中 志愿军英勇顽强 共计伤亡4300余人 下截狱里的美军也在紧急撤离 他们遭受了重大打击 没想到今天的志愿军 却成为了他们的噩梦 杨根斯所在三连坚守阵地 全连坚守阵地一天一夜 阻击敌人7次进攻 人在战地在 就算牺牲最后一人 也要跟敌人同归于尽 1950年11月29日 杨根斯在最后只剩下他一人时 已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 与敌人同归于尽 年仅28岁 陆战一师在撤退途中 发现志愿军的尸体 这些人到死都是战斗姿势 他们奉命坚守这里 没有命令绝不撤退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二师军59师 177团6连 六师师180团2连 27军81师 242团5连 传出一名调队战士和一名通信员 承建制被冻死的壮烈场面 面对这样的敌人 美军指挥官不由得向冰雕连进了一个军礼 长津湖一战 志愿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 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 长津湖上映于2021年 就连国外网友看了也直呼过瘾 尤其影片中展示的敌我双方装备的巨大差距 令无数国外网友给出难以置信的高度评价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